古堡跟平鎮 連續五年在黑豹期冠軍戰碰頭 這場比賽 從1比0、2比0、2比4到4比4 實在是太刺激了 因為現在如果你打出安打 距離夠的話會是英雄 我叫林招 來自平鎮高中 然後三年級 左邊位置拖手 專注投球不多話 眼神中透露幾分的沈穩 他是平鎮高中棒球隊王牌 投手阿美族林趙恩 阿少 來自台東的他 國中時被平鎮高中的教練 一眼看中後 就離開了台東 來到了桃園打球 阿少說當初覺得自己的實力 根本進不來有著棒球 高中霸主之稱的平鎮高中 所以剛入學的時候 心裡非常的不安 當初知道路上有平鎮定的心情 很緊張 還有很害怕 因為怕那個阿伯看不起來 因為大家都很強 入學前擔心被看不起 入學後擔心美濟會上場 這股無形的競爭壓力 是他們的必經過程 而這對當時只有十三歲的 布農主黃永傳來說 為了追夢獨自離開家人 來到了有著平鎮棒球隊 搖籃支撐的新民國中打球 他說當時是非常的煎熬 剛剛來的時候會 滿想超級無敵想 結果想哭 就一直打電話 因為那時候才剛來 沒幾個月而已 然後又被競賽 就會很想放棄 從球場到教室 練球到上課 會發現這群孩子 雖然有著這年紀 該有的調皮 但面對正式時 又能認真又專注 這項自律的風氣 是平鎮棒球隊 培養球員不變的觀念 他們認為只要對生活嚴謹 在球場上就會嚴謹 因此不管是在球技 還是學業 教練和老師 都是十分的要求 你如果生活不嚴謹的話 他們在球場上 也會這樣 吊零啷噹 漫不經心 所以在生活管理這塊 我一直一直認為說 我們平鎮高中的管理 真的很嚴謹 因為來我們平鎮高中的 小朋友的實力 應該都是目前 國內數一數二的 無形中來這裡 一定會競爭 那競爭就會產生一些壓力 要做好了 跑不到 而一支強隊的打造 除了要求球員的數值外 晶圓也是一大考驗 為了讓全隊五十六名孩子 能衣食無憂的打球 桃園市府 學校 以及民間企業聯手幫忙 共同負擔一年近八百萬的開銷 而總教練也坦言 唯一能夠回饋的方式就是成績 因此他們也背負了更大的責任 我們教練也有壓力 因為畢竟你比賽就是要拿到最好成績 所以當然那個比賽當中 或者是比完賽當然會給選手一些 心理建設或者是打不好的情況 還是要給他心理建設 我覺得會比較重要 平鎮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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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現在如果你打出安打 距離夠的話 會是英雄 這球要看一下 在三內側 這個時候 發生的再見事 哇 成績敗 平鎮高中戲劇性的天志聰 比賽化身的距離 因為希望畢業 有大家有好的方向 然後就是朝自己的夢想前進 每個性平鎮打球的孩子 心裡都抱著遠大的夢想 而為了達成目標 刻苦的訓練 嚴格的叮嚀 一點一滴都是實力的養成 原住民青年來到桃園打拚的同師 也幫助了這座星星的城市 一步一步朝向運動強權新城市邁進